日式芝士蛋糕 網上有位朋友想做日式芝士蛋糕 所以我們今天就試做日式芝士蛋糕 準備的材料是 2個蛋白 2個蛋黃 忌廉芝士 用了120克 糖 25克 粟粉 低筋粉 20克 牛奶 60克 牛油 15克 還有少許檸檬汁 用來打蛋白使用 首先我們做的程序就是 將這個 芝士 坐著少許 軟水熱水 攪拌 攪拌到它不會有一粒粒 攪拌到它滑 不需要太熱的水 少許暖水 再用它就可以了 攪拌到這個時候 芝士已經很滑 這樣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牛奶 分幾次加進去 然後又是攪拌 攪拌 攪拌 然後又可以加第二次 再拌均匀 然后再拌匀 拌至滑身 这时候已经拌匀了 不会觉得有一粒粒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牛油加进去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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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连到牛油都已经融化了 变成一个很滑的芝士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 拿出来 就可以做打蛋白了 这个芝士已经融化了 就拿过来这边 这个粟粉和低筋粉 刚才已经拌匀了 又是分两三次 加在芝士上 然后又是拌匀 不要有粉粒 又是分几次 加下来 倒了一次 倒了一次 之后 就要拌匀 然后再倒第二次 这样 把这些芝士浆 把这些芝士浆 完全搅拌匀 没有粉粒 很滑 然后 把这些蛋黄 又是分 这些蛋黄 有两个蛋黄 我们就分两次 这样加下去 首先加一只 然后搅拌匀 然后搅拌匀 将它和那些粉粒混合 然后再加入这些芝士浆 这样搅拌匀 然后搅拌匀 又是要弄到没有粒粒 要很滑身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先放下 就可以打蛋白了 我们开始打蛋白了 开始做的时候 就是用慢速 打到它开始有酵的时候 然后再加糖 开始有些大草 然后就是这样 分两三次 加入这些糖 打均匀 含了 小微黄 放一半 Corinthians 小微黄 加入黄黄 你也可以当你炒到鸡 然后 你会把它切好 炒到鸡 好 材料 你把它切入鸡 停一停 然後擠少許檸檬汁 只是幾滴就夠了 擠檸檬汁的意思是 將蛋白可以穩定一點 容易打得站起來 我們繼續打 可以改用中速打 但我們已經打得差不多時候了 這樣就平一平一點 抽起它看看 如果是醇下來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能打得太硬身了 我們先看看 這個程度差不多了 這樣OK 可以關機 關機之後 就可以將這些蛋白 分幾次地加進這個 芝士漿裡 加進這個芝士漿裡之後 就要快手 輕手地攪勻 要輕手 一定要輕手 記住 攪勻成了一次之後 可以再加另一次 就是這樣 輕手攪勻 由底反上面 那你就会感觉到它好像很泡泡 再加上这些 加进去 然后一定要这样轻手搅拌 可以这样大圈地搅拌 由底反上面搅拌 弄到它的颜色变成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反上来 我们的面膜已经搅拌均匀了 我准备了一个六寸的脱底帽 我们要铺了牛油纸 然后底部包一层石纸 因为我们今次是用铺热水来烤的 所以一定要包一层石纸 如果不然底部就会湿透 我们将这些面糊倒下来 这样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拿去烤的 这次我们因为是装热水来烤的 所以就倒些热水下来 然后将铺子倒上来 这样 烤已经烤了15分钟了 那我们就放在中下层 然后就烤它15分钟 如果在这15分钟之内 你看到蛋糕升起 和已经变金黄色的话 你就要面头铺一层石纸去 让它不用太热 会爆裂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烤了 11-12分钟左右 蛋糕已经开始升起 和已经开始金黄色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铺一层石纸在面上 不需要烤到会爆裂 当我们现在烤了15分钟了 这样就将烤温 降低10度 然后再继续烤多30分钟左右 这样就差不多了 蛋糕已经烤好了 出爐了 这样就放在凉架上 让它吞一下它先 日式的芝士蛋糕已经做好了 那我又切开了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一起做 拜拜